从小可能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不错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去的中国读书学校 职业化初期 所有人认为我是代表国家去踢球 中国两个字或者国旗在这 是代表的不一样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去踢比赛 他最起码是一种统一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很多中国外竞技水平 包括对足球的理解 还有自己对足球投入的这些方面 我觉得比范志毅要差很多 去跟他学习了解 他从职业运动员转换成这个 就是足球工作人呐 这个过程我们怎么去 去 你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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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 就给我一净一下 你坐 没 别坐 你自己坐 我也别坐了 没事 你坐 你坐 我不坐 晚上有空 晚上 踢踢 晚上踢踢球啊 刚才没空这会儿 没空 可以跟您一下学一下 来 放那下来 来 一块儿 扔 扔 先 我首先特别喜欢足球 是第一个就是有童年回忆的一种东西嘛 主要还是能得到快乐 本身我舅舅是踢球的 后来就当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在踢 我基本不看 为什么 我喜欢足球不代表我喜欢中国足球 刘岳我还了解点呢 21岁就进国亚队了 参加过这个亚洲杯 其实记忆最深的是96年那个亚洲杯 2比0领先沙特 四分之一决赛 啊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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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侠 真 没想到 太轻达了 挺老的 挺老的 对 挺老的 挺老的 现在还踢了 踢手对业余喜欢 对 业余的手肢挺高 还可以 打还打什么位置 打中胃 中胃啊 对 打中胃 从前方一直打到中胃 是吧 不错 身体保持还挺好 挺好 健康有空吗 不 健康一块踢一下 好吧 那马上见 好啊 来 来 dei 摘 那 这 你 か nad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